如果你说老师这个视角我分析不出来 那你找咱们的福导老师 让福导老师帮你看一下 哪一个板块现在稍微弱一下 然后弱一些 然后咱们重点去加强那个板块 OK吗 愤怠的舌解 好了 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 今天这节课呢 谁也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正常的那种课程 它是一节学习规划课 然后谁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句话 宝剑风从魔力出梅花香子苦寒来 然后咱们今天这节 这个学习瓜课呢 30分钟的时间 然后舌解打算给大家讲点什么内容 大家看一下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咱们寒假听课加学习的一些要求 因为有一些新生来 加入到咱们这个舍宝的团队了 还有呢就是高一下 咱们的学习规划到底是啥 我到底应该学什么 我应该怎么学 那么第三个板块呢 老师之前跟老生有提过 就是T8联考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高三的学生 现在应该看的东西 但是舍姐跟大家说 我虽然从高三这个年级下来了 但是高三这个年级的事情 我一直都有关注 所以T8联考 在试卷出来之后 舍姐第一时间把这个试卷给做了 而且我进行了分析 想要拿出来跟咱们同学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的目标 目光已经放得长远一点 不要老师 我就盯着我周围 是吧 我这个高一考试成绩怎么样 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远大的目标 而且呢 你还要知道 咱们的每年的新的考试题 它的趋势是啥 然后我从高一开始 我就得做准备 你千万不要等到高三的时候 说老师 我再看看那些联考 是吧 那些一模二模 怎么怎么样 然后跟大家说 不行 那时候就晚了 如果咱们的同学 我说了 咱们的同学 我是希望 我的愿望 大家上高三之后 全班成绩都给我冲到140以上 所以咱们必须要有这个远视 远见 要知道我未来高考到底考啥 因为我上了高中的目的 我就是为了参加高考 对吧 好了 那么试卷先跟大家说第一条 就听课加学习的要求 这个老生都特别懂 新生报文给试卷看过来 我要求课上必须要给老师做笔记 那如果你说老师 课上我来不及跟笔记 那怎么办 那舌姐会提醒你截屏 截屏之后 下去一定要给舌姐整理到笔记上 然后我的要求 笔记不许一种颜色 如果新生感兴趣 可以找咱们的辅导老师 要一下老舍宝的笔记 上学期的笔记 我们可以看一看老舍宝那个笔记 写的都非常好 不同的颜色 重点的用红色的 还有荧光笔 都拿出来 不要给舌姐从头到尾 全是黑色的或者是蓝色的 然后修正袋这个事情 舌姐再强调一下 不可以用 从高一开始 咱就不用它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第三个 不许使用四线格 尤其新生在给老师准备本子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单横线纸 为啥 因为答题卡就是单横线的 不要拿四线格给我列 然后另外嘱咐的就是 两个本子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纪语法笔记 课上老师给大家讲的所有东西的笔记 一个大本 那如果是老生说舌姐 我那个本子都记满了 如果那个本子记满了 你正好给它归一下类 高一上的这个 弄一封瓶是吧 给它弄好 然后再来一个高一下的笔记 如果你的笔记比较薄啊 另外一个本子呢 就是舌姐经常说的啊 要有一个手这么大点的小本子 专门记课上 谁给大家讲的一些高频词汇 把它揣在兜里 没啥事就拿出来给我盘它 不花费额外的大把的时间 去背单词 我们就用零散的时间啊 零碎 细化的碎片化的时间 把一单词就搞定了 第二呢 谁要求就是必须听回放 为什么 而且寒假对于我们来说啊 时间其实比平时 比春季的时候 或者比秋季的时候 就开学的时候啊 又充裕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说 老师我哪个位置 听的不是特别好 那么各位宝子们 一定要给舌姐 把回放抓出来 老师我这块听的没太明白 怎么回事啊 下课之后赶紧再听一遍 如果还是不明白 那一定去盘我们的辅导老师 必须把课上学的东西 都给它搞定了 尤其是现在寒假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背单词 然后说到背单词呢 是要说一下啊 背哪些单词 以及咱们接下来单词打卡 老师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要带着各位宝子们 一举背 写作还有听力的词汇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 13天的这个 斩单词的一个计划 开课前三天 还有我们节课的后三天啊 比如说大家这个 零这个过年之前 还要给舌姐进行单词的背诵啊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单词的打卡呢 是从13号到19号开始啊 13到19 那么今天是12号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啊 然后我们呢 明天开始啊 明天开始 开始背什么呢 写作巅峰表达65组 老师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写作巅峰表达65组 全都是啥 写作的升级表达 比如说一说到好 脑子里蹦的就是good这个单词 对吧 那么升级表达 舌姐会给大家好几个 而且我还给大家录制成了音频 各位宝子们 如果说老师 我躺在床上 睡不着的时候是吧 把舌姐这个拿出来 播放个一遍 两遍都行 其实因为每一个 舌姐给大家录制的 比如说我们的写作巅峰表达 最多两分钟 所以大家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把舌姐播放一下 中午的时候播放一下 晚上播放一下 咱就当摸耳朵了啊 然后咱就把这个巅峰词汇的 这个升级表达 全都给背下来了 然后还有课上 舌姐给大家讲解的高频词 都是每天要打卡的一个学习内容啊 然后打卡呢 在咱们APP端进行 使用巩固练习功能 如果有同学不知道的话啊 打卡的流程 就是每天下午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福德老师会 在群里发布我们的单词海报 然后每一讲直播之后 会进行第二次的提醒 谁还没给我背单词 对吧 然后表扬呢 是第七讲课上 会给大家准备一个 仪式感非常强的表扬大棒啊 表扬一下连续咱们六天 参加巩固练习的小舌宝们啊 然后是说一下这个啊 大家还可以把它当成 手机的这个屏幕 是吧 你锁屏的时候看见它 你点开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见它 然后有没有人这样做 有没有人是吧 有是吧 有 那如果说不知道的同学 可以把这个海报 用来给舍姐当成 我们的手机壁纸是吧 每样是可以把这个单词 每天要背单词 都给舍姐过一遍是吧 我 田一合 非常棒啊 我想要舍姐的声音 有的 然后这个呢 是单词大卡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听力天天练 听力天天练呢 其实这个大家已经开始参与了 咱们从七号到九号 一直在进行啊 然后这里面给大家放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听力 腾飞五步法当中的第三步 选择题 每天五道题 一共 一共是这个三天十五道题 然后这个呢 大家到时候啊 心生可能不太知道啊 我们这个 用蜡笔小新挡上这个位置的 其实是有一个二维码的啊 大家一直识别 那个二维码 只有那个音频都有了 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的 巩固练习这个功能上啊 然后一点的时候 福道老师把这个 发到咱们这个群里啊 然后晚上九点的时候 福道老师会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和答案 都给大家发过去啊 然后表扬呢 就是我们每天 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福道老师 在群内表演一下大家啊 那这是第一个 舍姐对于大家的要求 第二个呢 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高一下的这个学习规划 是吧 备忘录是吧 比如说 写在单词本上之后 就再也没看过了 是吧 那你就把这个 当成你的手机屏幕 比如说今天舍姐给大家讲的 什么重点的语法呀 你也可以拍个照片 拍完照片之后 可以当成评报 是吧 好了 那么舍姐说一下 这是我给到各位同学们呢 咱们的寒假和春季的 整个的规划内容啊 其实到这节课为止呢 我们的这个 期末一和期末二 已经结束了 明天呢 老师带给大家进行的 就开始我们这个 状语从句的一个学习了 然后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语法呢 就是我们的 非味动词 是春季的时候 是为大家进行讲解的 也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那舍姐为啥要给大家讲 这个两个语法点呢 是因为咱们高一下 高一下 避讳的语法知识 一个是状语从句 另外一个是 非味动词 然后舍姐在这里面 其实还给大家 加了一个小的语法点 就是我们的 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 这舍姐 我要给大家加的 这两个 在高一下的时候 各位宝子们 必须要给老师拿下 它的重要性 之前我有跟老生 有介绍过 先生一定要 给舍姐好好听听 为啥舍姐 非让我去把这个搞定呢 老师以今年的 不能叫今年的 去年 2022年的 新高考一为例 让各位同学们 看一下咱们的 非味动词 它所出现的频率 老师给大家标注 红色的部分 就是考非味语的地方 也就是光在 阅读理解当中 一共有出现59次 大家就给老师 看这个频率 你会发现 老师好像每一个句子 都有非味语 是不是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 一定要把非味语 给老师重视起来 这还是阅读理解 七选五 一共考了17次 我们的语法填空 一共考了13次 所以加在一起 我们的非语动词 光在客观题目当中 就出现了89次 那写作还没算呢 对吧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 一定要给老师记住 就是非味动词 它特别的重要 如果你不把非味语 给老师学明白了 你接下来 可能阅读理解 你是看不懂的 七选五 老师 那个解题方法 我也不会用 对吧 然后你也不会 给老师用非味语 写出高级句式 这是老师给大家强调的 非味语特别的重要 真太监就来了 是吧 来 非味给舌舌刷一波 非味给舌舌刷一波 非味太监太监太监是吧 意料之外的红包是吧 非味语 非味语 非常好啊 来吧 那舌舌收了 把这红包 接下来 我要继续给大家讲了 这是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非味语 势在必得 必须把它学会 另外一个舌舌 要跟大家强调呢 就是我们的状语从句 状语从句 明天开始舌舌 要给大家讲了 状语从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不仅影响 我们语法填空 就正常的解语法题 需要用这个状语从句 我们在做阅读理解 在做完形填空 在做任何题的时候 你都会给老师 遇到长难句 那你一定要知道 哪部分是主啊 哪部分是从啊 它表达的是 什么样的逻辑 所以长难句里头啊 状从经常会出现 它的分量非常的大 占比非常的高 而老师在这里 要跟各位同学强调点呢 就是状语从句 特别重要 而你学校根本就不讲状语从句 大家可以看哦 这是人教版的教材 老师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啊 这里头根本没有给大家 安排状语从句的讲解 那有的新生宝宝 肯定问了 说老师 那我们啥时候讲啊 学校真的就不讲了吗 老师跟他说 可能会讲 什么时候讲呢 大家在给老师 学选修的时候会讲 也就是高三的时候 然后正好过年 这边来了嘛 大家可以跟这个 邻居的啊 这个高三的诗歌诗姐呀 或者是亲戚家的诗歌诗姐 你问一下 你说你们那个选修的教材 学没学 我跟大家说 大多数的诗歌诗姐会告诉你 咋的你要啊 给你啊 还是新的呢 为啥 因为学校基本就不会给大家想选修了 所以如果学校不讲选修的话 那各位同学们 状语从句 大家是学不着的 老师姐是静住了吗 好 然后这是北市大版的啊 北市大版的同学也可以看过来啊 这里头根本就没有状语从 然后有一丁丁呢 就是我们的外延版 外延版确实有状语从句 大家看到了吗 The Ever 以及No Matter的 这样的状语从 但是它真的不是我们非常高频的考点 不是最最高频的 那个状语从句的一个考点 所以你会发现 他给的这个点也特别的偏 那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学校他根本就不讲 然后我们状语从句还非常重要 就是很尴尬 而且还有一个点呢 是要大家强调的 咱们寒假先学状语从句 后学飞味语 实际给大家安排的 非常的科学合理 我要告诉各位宝子们啊 为啥 因为我们在讲飞味语的时候啊 你的老师会告诉你 这个飞味语 在这个句子当中做定语 做状语 做补语 等等等 对吧 那你说我如果想知道 它做的什么成分 然后我是不是得知道 这个成分本身 它到底是啥意思啊 对吧 然后啥是定语啊 啥是状语啊 啥是补语啊 这些我都不知道 然后你给我讲飞味语 做的是这个成分 学生肯定是听不懂的 老师有情况吗 所以比较科学合理的安排 一定是我们先把定从 状从 还有我们的实态 都给它学完了 然后我们再学飞味语 而正好各位同学们 高一上 咱们重点给大家讲的 就是啥 实态和定语从句 咱们已经学完了啊 然后接下来呢 马上寒假 是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的状语从句 正好实态定语 状语学完之后 二月份回来 立马就给老师学什么 飞味语动词 这是给大家安排的 然后我要再跟各位同学们 强调一下呢 就是除了这个语法板块啊 老师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 大家可以看到啊 老师一共给大家安排了六节课 猜词题和例证多细节 还有推断题 然后一会儿我也会跟大家 看着对比的那种 T8的考试 然后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啊 整个寒假 老师给大家讲 阅读理解 大家看一下啊 我重点讲两个解题方法 不是两个解题方法 两大类题型啊 一个是猜词题 另外一个是例证题 这是老师要给大家精英讲解的 然后有同学说 老师猜词题是啥哈 猜词 老师就是画横线的 但是大家其实不知道的点 就是猜词 其实除了猜代词之外 还有猜识词 不同的单词的猜测 它的解题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师在寒假 给大家讲阅读理解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啊 猜词 猜代词我应该怎么做 猜识词我应该怎么做 然后还有例证题 例证题 有些人说老师 我就没有给他分过什么例证题 对吧 我就觉得应该这么做 应该把这个整个段落 都给老师读了 老师跟他说这样的读 是没有方法的读 你读的越多 你错的越多 所以老师会告诉大家 咱们例证题 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也是咱们寒假 即将要学习的啊 那这是老师跟他说的 阅读理解 那接下来呢 我要再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我们的七选五 七选五 寒假重点给大家讲 这两个解题方法 一个是句式结构要整齐 还有一个是 如下数字和建议 它对应的解题的逻辑 挖空位置是什么呢 一个是段落总起句 还有一个是全文总起句 这是老师会 从我们七选五这个文章的结构 去给大家讲解这个方法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应用 这是寒假给大家讲的 还有呢 接下来呢 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写作了 写作大家可以看到 谁给大家安排的是 升级句式 演讲稿 读后续写 还有我们的这个 概要写作 然后寒假 我先说一下啊 我们不是要先学 状语从句吗 然后状语从句 学完了之后 一个是第三节 就是明天哦 明天 然后还有第五节 以及第七节 我们讲的是状从 老师把状从全都给大家讲透了 然后这个状语从句 学完了之后 我们不是说就解阅读题 解个七选五啊 是吧 然后解个语法填空就完了 老师的目标更远大 我希望各位宝质们 把这些状语从句 老师学完之后 在写作的时候 能给我应用上 所以这一节写作课 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纯纯的 用状语从句 去把我们的句式 给来写高级了 老师解释清楚了 明天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然后这是给大家讲的 这个写作 就是我们第一个作文 然后第二个作文呢 大家不是要学这个 这个是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 状故原因结果 目的状从句 在写作当中 一应用 寒假时也会给大家讲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说一下读后续写了 说读后续写呢 就是 它的标准到底是啥 实际会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然后读后续写 我们一直都特别愁的一个提醒 它到底应该怎么读 然后到底应该怎么写 怎么读400字的文章 然后怎么写出150字的故事 还有之前咱们班同学的反馈呢 就是读后续写 很多学校老师说不讲的 就是说 你就先学吧 等到高三的时候 这个提醒 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了 有的是这样说的 还有的是说 高一咱不学读后续写 高二的时候咱再学读后续写 那么有的时候 各位同学们 想要再读后续写这个板块 25分 我想拿一个18分级以上 我就得等到高三 对吗 但实际上老师跟大家说 你如果高一和高二的时候 你写不出来的话 你高三也是写不出来的 你不可能说 老师我高一和高二 我把语法知识都学完了 我高三的时候 我就立马能够应用那些句式 不是这样的 所以老师在寒假的时候 会给大家进行 详细的夺后续写的讲解 怎么读 怎么写 老师都给大家安排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是老师上跟大家说的 寒假重点给大家讲解的一个内容 一个阅读理解 齐选五还有我们的写作以及语法 然后这是我们高一下的一个课程大纲 然后接下来呢 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八省联考 从八省联考看高考的一个趋势 来先发一个红包 先发个红包 0343说老师 那读后续写的玩意 那不随随便便一写 就不会跑偏吗 所以舍姐告诉你 怎么不跑偏 我的课程当中 我会都给你讲到啊 要然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 去写的话 那肯定又会写跑题 实验倒是会教给大家的啊 然后很多咱们高一的宝子们 其实如果没有特别关注高考的话 不知道什么叫八省联考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T8联考 老师说一下啊 有哪些学校 各位宝子们来给老师看一下 如果有你所在的这个 学校的话 或者是老师这是我们省的 是吧 大家可以把相关的数字 都老师敲出来 这些学校 在各位同学们的当地啊 怎么也得是前五的 都是自己省份非常牛的 这个学校吧 有新庭是老师 我是一的 有南京十大附中的 这个石家庄二中 如果这个一说 恒水一中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可能说到 石家庄二中的时候 就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 外省的小伙伴 但是如果真的有河北的同学 真的可以站出来说一下 石家庄二中 非常牛 它不比我们的 恒水一中差的 所以就是这样啊 把所非常强的 这个学校 他们一起去参加的考试 一起去参加 服一 看大家都非常的懂啊 然后这个试卷啊 老师告诉大家 如果各位同学们 说老师 我感兴趣 我想做一下这个试卷 看看我现在能得多少分 大家可以去找我们的 福德老师去要 因为下午的时候 舍姐已经把这个试卷 发给我们的福德老师了 如果咱们宝子感兴趣 因为我知道咱班 那必须是要充140分以上的 对吧 如果想要这个试卷 福德老师拿 然后老师带大家看一下 整个这个T8的联考 我们就知道 他的高考的一个趋势是啥了 就是阅读理解 大家先给老师 大概扫一眼啊 我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 之前的一个对比 但是舍姐告诉你啊 我们的阅读理解里 你会发现 多细节题 还有全文主旨题 题量大了 题量有所增加 这是他的第一个变化啊 多细节题 以及全文主旨 其实全文主旨的话 做起来稍微有一些难度 然后多细节题呢 做起来又非常的磨叽 那么这两种题型 你会发现在考试当中 在T8联考的这个试卷当中 占比增大了 占比增大了 然后舍姐还要跟大家说 第二条呢 除了他的这个占比增大之外 错误答案 迷惑性猛增 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正常做C篇和D篇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老师我要找一样的词 对吧 然后你就回到原本当中 去给老师定位 你会发现老师 这个选项里可能都有 这些词都出现 老师让大家看的是啥呢 你们看 T8联考的A篇和B篇 这种迷惑性选项 它都有出 所以大家在给老师做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老师我读到哪 看见哪个单词 我就选哪个单词 那一定会错一堆 这是A篇哦 迷惑性都很强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B篇 这选项里的词 它在原本当中 它全都有出现 以往的话 就是C篇和D篇 出现的会比较多 但是你会发现 T8联考当中 阅读理解AB 开始都给大家增加 迷惑选项了 太狠了 是吧 整得越来越难了 然后另外一个第三条呢 是要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的议论文 再次出现 议论文再次出现 老师 议论文出现 它能咋的 老师跟大家说 很多同学 根本就不会做议论文 我们在读议论文的时候 不是说老师 我要从头把它读论文 你一定要给舍姐知道 如何去抓观点 那么议论文 它独有的 表达观点的词 有哪些 对吧 表达观点的句式 有哪些 只有你知道 你听老师给你讲过 你才能够迅速 把它的那个结论句 论点的句子 都给老师抓出来 而你不是多看那些论句 舍姐解释清楚吗 所以议论文呢 老师会以大家进行讲解的 大家不要着急 老师就想告诉各位同学们 有舍姐在 你不用担心 舍姐带着你学的高一 但是高三 舍姐没有给她扔掉 是吧 高三 但凡出现新题了 老师全都先做 做完我就给你们进行分享 咱们虽然高一 但是舍姐说了 是吧 咱和高考就是零距离 因为有舍姐在 那这是阅读理解 然后接下来当时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七选五 七选五 T8联考 它这次考的这个文章的结构呢 主要是手段给你提出问题 然后下文给你一些提示 不是给你提示 给你一些建议 这种总分的结构 然后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不是特别明显 它不是那种非常明显的 加粗的小标题的那种 所以它算是总分结构的一个高级考法 总之啊 宝子们 就是难了 就是很难 然后这一点呢 大家不用担心 为啥 因为关于我们的这个总分结构 实际给大家讲全文总体句 正好是咱们寒假课程当中 我给大家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寒假课 你就给实际好好听 就得了 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再说一下我们的 语法填空 语法填空 语法填空呢 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和去年相比啊 就是去年的咱们的新高考一 整个的语法填空 一共是224个字 然后我们的T8的这个 联考的语法填空呢 248个字 大概是多了24个字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 24个字差不多 如果在语法填空里 就多出去两句话 它让你读的东西就越多了 然后说清楚了吗 然后舍姐做完题之后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语法填空 给他出这个答案啊 如果给你们看这个答案 你们可能看出来啥 但是因为舍姐年年 看高三的这个试卷 高有整体试卷 无论是T8的 还是模拟题的试卷 舍姐都有关注 然后我发现 今年的咱们语法填空啊 T8联考的这个语法填空 它的知识难度有所增加 就非为语的考察形式 不是原来的 比如说基本的考法啊 它现在的难度变大了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从句词题 考了两个 考了两个从句的题 以往的话 一般就会考一个 然后但是T8联考考了两个 然后卫动词出现了高阶形式 如果啊 是跟大家说 现在在读高三的学生 不知道T8联考 它的难度现在变得这么大 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老是跟大家说 他们的方向就会偏 他可能就是做减法 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 但是上到考场上之后 你会发现他考的有点难了 那些难的支持点 如果你没有讲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答不出来的 大家想想 就这两个飞飞语 加在一起 那就三分了 对吧 所以这三分 在你们学校 和在你们省里 可能就会给你拉出三千人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你们有舍姐呢 然后舍姐想让大家看的 我春季的时候给大家讲飞飞语 一共安排了四节课 我说了高一的时候 我从高一带学生 就必须让你们的基础 给我打得扎扎实实的 四节课飞语 老师告诉大家 无论是比较基础的飞语动词 还是我们稍微高阶的飞语动词 以及老师 最基本的解题方法能解的 还有一些 那些比较难的偏的点 你会不会讲 是跟大家说 高一我一定会 给各位宝字们讲全 我一定会讲全 我不仅讲全 而且我会告诉你 重点是哪些 哪些是优先级 比如说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必须给我掌握的 然后如果大家想上140分 哪些知识点 必须给老师掌握的 老师都会给大家讲到 老师说清楚了 而且你们看啊 我这个课程大纲 是安排在啥 是安排在 我们的这个T8联考之前呢 舍节已经预见出 它的变化了 所以给大家安排的课程 内容稍微也多一些 另外一个点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的T8联考的一个作文 社会热点话题 演讲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的也不知道 我们了解一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和 学习型大国 让你根据这一会议精神 写出一篇演讲稿 又考啥 演讲稿 如果老生记的话 会听舍节经常跟大家说 演讲稿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趋势 是吧 你会发现 今年T8 依然是这个演讲稿 然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我觉得我应该把 二零二届的学生 抓回来 让他们答一下 这个试作 这都是舍节考前 最后一节课 我给他们讲的 不要担心 舍节都跟你讲 很多人不知道 演讲稿应该怎么写 你别担心 为啥 舍节告诉你 演讲稿 演讲稿 什么 考了 对吧 演讲稿 舍节都给大家安排了 就是我们的 考试的新的趋势 还有学校不愿讲的 读后续习 以及该要写作 舍节都给你讲 冷语时说 我这个中文的演讲稿 语文的演讲稿 都写不好呢 还写英语的 所以没关系 舍节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我的课程当中就有 赫老师 他在第几节课呀 来眼镜个儿瞪大 看见了吗 这节课就是在给大家讲演讲稿 然后这节课 在给大家讲 我们的读后续写 这节课给大家讲 写作的核心句式升级 就是我们前面讲解的 状语从句 包括春季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老给大家安排了 我们的读后续写的 一个讲解 看见了吧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舍节都给你想好了 包括各位同学们 考的盖要写作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们 知不知道 就咱们前两天 刚刚进行了浙江的 一月份的考试 有知道的吗 舍节刚刚把这个试卷 我在网上 我看到了 然后我只要准备 把它整理成电子版的 然后舍节到时候 再分析一下 咱们今年的一月份的 这个浙江考试实践 舍节虽然身在高一 对吧 但是高考一定帮我 帮助大家掌握的稳稳的 拿捏的死死的 对 一月它是 两次考 那个浙江它是两次考试 一月是考试 是自己出题 然后六月的时候 跟着各位宝子们 一起去参加新高考 一起去参加新高考 然后我发现 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是之前的读后续写 它是画横线的 就我刚刚看到的 没来得及给大家做课件 然后我们现在的浙江 其实都不画横线了 越来越参考 我们的这个新高考的试卷 就没有画现词的 然后盖要写作呢 舍节也会给大家设计 很多人说老师 尤其新舍宝 不知道这个 这个趋势 以为我们就只考盖要写作呢 大家一定要从高一开始 从高一开始 把盖要写作 也要给老师学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咱们新高考之前 就是参考了我们的老高考 不是参考了老高考 参考我们的这个浙江院的考试 然后浙江呢 它是读后续写盖要写作 读后续写盖要写作 它不一定是什么样的顺序 比如说我考了两次读后续写 然后我给你来一次盖要写作 比如说我这次读后续写 这次盖要写作 它是换着出的 然后咱们的新高考呢 也从来没有说过 我不考盖要写作 只不过是大家 最近的这几次的考试 看到确实是读后续写 老师跟大家说 去年的模拟试卷 广东的就给学生出的 就是盖要写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广东是吧 对于新鲜知识的这个掌握 拿捏还是非常非常准的 所以我还比较愿意看 那个广东的题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担心 盖要写作呢 实验给大家安排好了 所以我就想跟各位同学说 你担心的一切呢 实验全都给大家考虑清楚了 然后这是给大家通过 我们的2023年的八省联考 看高有趋势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客观题 更多的难题 然后更具迷惑性的选项 而且议论文题材又出现了 然后语法呢 就是高级语法出题更多了 我们在学不可能说 老师我就只学最简单的语法 从T8连考考 你看他考的都难了 他不是说就考其中的最基本的 他在基本的这个基础上 高级的形式也开始考了 另外就是写作 依然是我们的社会热点化题 但是它是那种 非传统的书信类考法 这是老师给大家总结的 咱们的一个考试的一个趋势 如果高三的学生能看见我这个课 那就赚了 那就更好了 如果你家有高三的 可以给这十个世界分享一下 说我的老师虽然带我 但是他对高考拿捏得死死的 那这就是舍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整个这个学习过程课的内容 一共给大家讲了三大板块 大家还记得了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的课程的学习要求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高一下 到底学哪些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又给大家分享了 咱们八省联考的一个考试的趋势 然后结合我们的课程 舍姐是怎么靠近我们的这个 T8联考的一个趋势 高考的趋势 给大家增加内容 OK了吗 该要写作 能比续写难一个度 是吧 有的同学已经开始写了 是吧 一帆说六个字 我去 是真的难 是吧 好 那这就是舍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 天哪 有这么多学分呢 来 那个全体选A 舍姐把这个学分发了 有50学分 是吧 学分发完了 然后大家可以把舍姐要求大家准备的一些东西 给老师提前准备一下 明天就是舍姐给大家带来的第一节课 状语从去的讲解 好 熟了啊 继续选A啊 继续选A 我把这个十个学分都发了啊 这位老师学分干嘛用啊 学分是可以换钱的 颓废 舍姐今天可以光明正大的败家了 是吧 下一个选B啊 下一个选B 是吧 刚说我钟情于A是吧 B啊 BBBB 信童说 读后续写 是拿了多少分 读后续写是25分哦 读后续写25吧 贝扬说 老师英语考及格都觉得好难啊 是吧 没关系啊 咱们一点点来 然后 那个词汇表 就是各位手里 那个词汇表 有没有给老师打印的吗 如果没有打印的啊 赶紧去找我们的学习官老师 辅导老师去要 然后把那个词汇表打印出来 这寒假的时间 必须要给社会充分利用起来啊 开学 回去考试的时候 那必须要惊艳所有人啊 赵提 正确答案选C 选C 哎 这是谁 胡锡华说 老师续写这次得了22分是吧 你怎么那么棒啊 天呐 我要把这个关了 我要表扬一下这个 练琴 练琴在哪儿去了 跑哪儿去了 刚刚练琴给我汇报分数来着呢 完了 被刷过去了 完了 在这儿 来 我必须要表扬一下练琴啊 练琴是说 从不及格到109啊 感谢舍姐 是吧 特别开心啊 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福祷老师没 太好了吧 来 最后一次了啊 最后一次了 雨昕说 老师期末开学考 我都有 什么 嘉庆说 老师读后续写一般是扣10分起步 别着急 马上舍姐这个寒假就给大家讲解了 学完之后 回去开学考 给舍姐好好写啊 对吧 必须惊艳你们班同学 老师你看 呀 这放假期间是吧 这 成绩没有下降 反倒提高了 是吧 可以啊 选4D 我是没高 我刚刚没说 是吧 选4D是吧 许志颖说 舍姐我英语上不了120 就是因为读后续写 舍姐来了啊 来了 4D4D4D是吧 我选了C 乱了套了 是吧 好了 这个最后一个赖舍姐 没有告诉大家答案啊 好的 那么舍姐今天就跟各位宝子们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准时见啊 宝贝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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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